一粒泥墨就一粒米浸泡了 我们粟米 我这些放进去一煲饭就完成了 但是因为有泥墨要放多一点水 好吗 那我这里就会爆一爆 鸡我就会放一些鱼衣金兰和鸡 好 白饭洗好了泥墨之前浸过了 用上汤还是用清水 一半吧 一半清水 都是平时这样 总之一比一的份量 不是 要多一点 今次要多一点 再加一些上汤 再加多一点 好 完成 好了 把鱼衣金兰放进去 好 你可以按键 好了 你这么快这边切好了 这个是炒什么的 这个是炒一炒的鱼衣金兰 我们就把鱼衣金兰放进去就可以了 鱼衣金兰的框就要切小一点 我们放少许洋葱 不用多的 这么多的姜 蒜头一粒蒜头就够了 不过是香的 因为这一集我们尽量用黄姜粉 我喜欢的 普通一茶匙的黄姜粉就够了 那我用一茶匙半的 因为我很喜欢黄姜粉的味道 洋葱也有很多好处 我希望鸡很滑 我又不会炒得它很熟 我们加一点盐 好 够不够 一点点满根粉 糊糊去好吗 烧酒 鱼衣金兰 我记得之前是否通常吃沙律是吃多一点的 生粉 乳衣甘藍是否用來拌沙律菜 沒錯,我用少許糖尿味 很少的,少許魚露 好,炒好了 我關火了,因為我煮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也不用炒 就這樣,你拌一拌就已經不要炒熟了 看煙就是看這些煮得這麼重要的煙 出得這麼重要的時候 你知道水差不多了 水一乾,看到飯只是泡面 再沒有其他水分 煮泥物是要加多一點水 是 雞生的,你待會煮熟就行了